一道道让人实质大动的美食 就是由卢凯族民族创意料理主厨张松涛 在台中花博现场中亲手制作的风味餐点 以树豆以及山上采集的食材 经过巧思料理就成为了美味佳肴 民众首次品尝之后都说赞 之前没有吃过 那个树豆非常的绵 然后汤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香 有点像那个炖猪饺的那种口感 非常非常好喝 螃蟹比较香 然后料也很不同 年初二台中花博一早就涌进人潮 而原生秘境推出主厨时尚秀 更是现场瞩目的焦点 藉由这场活动的安排 也成功了介绍原乡部落饮食文化 很多师傅在这几年一直在慢慢的推广 要让这些食材部落走出来 要让台湾知道我们原住民的美食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个料理很多人都是很陌生看到 所以就是加上主厨会就是 怎么去料理让更多人了解 这个食材它其实除了 它很稀有之外 然后它也可以有一些养生 主办单位为了让游客不虚此心 主厨张松涛在现场也制作 约100份的风味餐点 免费提供现场游客享用 让台中花博的原生秘境 在这一天增添美味部落风情 民事新闻巴督 台中市采访报道